大花香米还没下来呢 我种的那个大花香 然后得等几天再嘎 嘎完米之后 嘎完了 再去加工厂再摸米 才能够啥 对 新米好吃 现在还没下来呢 要是说嘎下来之后 提前嘎下来 不是自然风干 晾干那种的 你干嘛呢 还不好吃 同事演 等等啊 哥 每年反正也都挺晚 去年早 去年就嘎完了 晒一晒就加工了 今年不行 今年雨水太足了 对 现在那个还没嘎到田呢 他们有的那个普通厂粒 收清那就收了 但是咱们这个大花香 它成熟鸡肠啊 是在五肠那边买的种子 然后到咱家这种 对 我们吃 我们吃大米都是吃五肠的 是吧 对 五肠有那个很大的一片地 钻 钻公用北京人 你就能知道是啥的概念了 就钻那一片地 钻给北京人 对 那个确实是 种地里都懂的 反正那五肠的米 一般的时候 大花香品种的 花香果一群 一点不陌生米 对 就是他们那面品种 钻有很大很大的一片地 钻给北京那些人吃的 也不算也不算太大 但是那就是品牌效益时间长 然后就在一个咱东北 这个特殊地域这块 一年就生长一季 他给那个不是 那年他那有我去过 那里那有一片 就是老大老大一带片地 你就想想给那个 都那个就是寄到北京 北京来开车来求 直接供应 对 直接供应 对 就是钻那些老干部吃 过两天就收割了 在哪个 我估计啊 这个天气 他们就是那片地 那片地就是那一片地 就是化肥都没有 都不允许有 对 纯有机 对不对 那就是啊 对 全给他们吃 对呀 你猜我是干啥的 猜不到 我跟你说 我跟警教授 我上过警校 我干过特警 不能在这里说 不是 这个没事 这个没事 其他工作不能说 对 因为我懂 就是大家伙来了 就是 非常 热闹的事 人越多越多 确实说实在的 有一个 对 人越多越多 就是说大家伙 你看有一个美女来了 在这说话说话 对 人越多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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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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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多